七经的 非常非常庄严 那这里的弥勒菩萨有点特别 好 我放大一下给各位看 有没有看到 它是做思维像 有没有看到 这样子 手是这样思维像 脚它也不是盘坐 而是右脚放在左脚上 这是十一地 十地菩萨 华严经 一地二地的十地菩萨 弥勒菩萨思维像 这个是很重要 那目前这个弥勒菩萨思维像 有谁有呢 韩国的国宝 各位你去参观韩国的十枯萨 就有弥勒思维像 所以可见 佛教影响力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所以一定代表你要学法华经 谁呢 当来下身弥勒尊佛 所以我觉得学一贯道的莲友 应该来听一听 真正的一贯道 你的什么龙华三位 跟你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佛里面有弥勒上下身经 这两部经值得读 第三个 弥勒成佛大经 这是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的 绝对不会像你们念的弥勒真经 那是道教的经 所以弥勒菩萨是非常殊胜的 所以 再看来看 这是第一栋大楼 叫做法宝楼 所以到这里做一个简洁 就是说 一 如来适者 是一切众生大慈悲心为是 是这张图片 大慈悲心是 对不对 如来一者是指 他的柔和忍入一 是这张图片 然后呢 如来作者是一切法必尽空 对不对 所以了解空性的教法很重要 所以听华言法话 最后你还要学摩克波尔波罗蜜的 中国人跟波尔经很有缘 所以谁能够宣说这圣神的教法呢 过去佛 现在佛 还有未来的弥勒佛 所以因此所有的众生 可以以这个条件而未宣说 殊胜的大乘妙法莲华经 所以可以把它背起来 一 大慈悲心 一个条件 第二个 柔和 第三个是忍入 第四个是一切法 缘起信空 这样子的话 你才会懂整部妙法莲华经 所以在这里我要供养大家几个 讲了这么多的大乘菩萨道 你说师父 你可不可以精简一下呢 可以 Sweet attitude 这是讲义上没有的 你可以自己抄 第一个 learning 第二个 consideration 第三个 contribution 学习 关怀与奉献 我看过很多佛教徒都很喜欢精进 可是有些佛教徒只是在仪式上 每天很认真做功课 但是你跟人互动的时候 要永远有这三个心 我英文叫LCC learning learning Dharma by practical doing patiently 你要学习教法 你今天说发愿 我众生无边誓愿度 很了不起 你出发心的时候 你的光芒震动了三千大千世界 第二天呢 就黑暗了 为什么 你从来没有学习的心呢 世间都要不断地学习 才能够成就无上的佛果 那何况大乘的佛法 所以要常常学习的心 第二个 consideration others 你有没有常常去关怀别人 做结怨的时候去关怀别人 对 你做众生无边誓愿度 你旁边的人你都没有去度哦 你从来都没有关怀人家 关怀人家是在心不一定用钱 所以consideration others by generating the universal compassion 注意 我一直用universal 代表广大无边 不是说像一贯道一样 跟我友缘 我对他很好 我们是道亲 跟他不好 kick it out 习藏佛教里面很多人 连友是这样 跟你这个传承的非常有缘 红教我们是大妈friend 你是花教的 那个花教的 那个Giluba的 是不是 老实说 你不是真正是像莫里波的弟子 我是讲真话 我自己学南传北传藏传 对不对 也经历过很多 我觉得很多人在仪式上很用功 可是在基本上跟佛法 有些是脱离的 有些是违背的 你对你的上师很恭敬 但是对一切的法师也要恭敬 这个你才是好的如来的弟子啊 是不是呢 第三个 contribution 佛教徒要常常想 我除了这辈子来了人间 好好行菩萨道 在家出家能够对佛教做什么贡献呢 这是希望你们各位想一想 不要小看你自己说 哎呀 我老啊 什么都不想啊 错 你从来你有佛性啊 对不对 大家都听过 一个竹子会被折断 五根竹子不会折断 十根竹子就有力量 假如佛教徒你看 我跟你介绍了这么多东西 历史文化 都是谁做的 在家居士整理多 出家人当然也很忙 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我觉得在家出家要团结 佛法才会兴盛 整理教法 教育孩子 教育青少年 这样佛法的续命 才会永远传下去 假如你只是念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碰到别人也蛮自私 你往生极乐世界很庄严 回头一看的呢 所有的众生都在轮回 你觉得如何呢 假如你自己也努力学佛 也尽心尽力奉献正法 奉献佛教 奉献众生 当你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呢 你还看到呢 所有一些众生都在学习正法 那很高兴 所以我的眼光是看到 一百年以后 我为什么这么辛苦 做些教法 其实我也是求佛力加持 现在科技很方便 不来学佛人并不代表 他不想学习佛法 只是他的孕缘不成熟 透过科技 电脑 VCD DVD 甚至PowerPoint 我都可以给你 将来我往生以后 全世界都还有看DVD 那是我的千百亿化身 所以希望大家 我这样发愿 也希望你珍惜教法 所以每一个佛弟子 不论在家出家 对教法 对正法 都能够去修行 去奉献 正法才会复兴 所以 所以这三个态度 是我在桑椰金色 教我学生的 是我们的标语 也是共同勉励的 这三个精神 就是真正的菩萨行 你连这三个都没有 你还说众生无边 试愿度 其实你只嘴巴发了 你的心没有真正产生 强大的力量 因此 我当时没来新加坡 我创了一个道场 叫桑椰金色 虽然很小 但是我们有六个宗旨 你不妨可以抄下来 做参考 第一个 般若 Ultimate wisdom 学佛第一个 不是慈悲 是般若波罗蜜 第二个 你才会生起 清净而广大的慈悲 Universal compassion 基督教 天主教外道 都有慈悲的 假如佛教 只是在比盖医院 做慈善事业 基督教 天主教 比我们做的还多 但是你为什么 他不是佛法 举个例子 注意听 为什么佛教 也要做义工 我们MRT Suburway 或是那个Train 也有义工 意义不同 动机不同 我这在 把弹道讲过 我还是要 很欢喜地提醒大家 真诚地勉励大家 你问人家说 你为什么要做义工 挺无聊的吗 打发时间啦 有人说 我来交朋友的啦 对不对 有呢 我来找妹妹的啦 我来呢 找酷哥的啦 有人说 哎呀 太无聊了嘛 我就认识朋友 所以 外面的人呢 是无聊 或是打发时间 我学到知识 跟知语验 做动物园 植物园 或地铁的义工 但是你会发现 他们发生争吵的时候 都是他做 我没错 对不对 可是佛法 不是这样的 佛法是 你要知道 做义工 是要透过做义工 来看到自己的烦恼 跟习气 是因为我不好 很抱歉 所以这桩事情不圆满 这样你在调服心性 你的发心不同 动机不同 果报才不一样 为什么大家 新加坡 大家都喜欢做义工 因为我从当中 得到法 第二个 我学到法 我觉得很高兴 希望有更多人 来也学佛法 还要做义工呢 Contribution Without Reward 不可以有报仇的心 波尔波罗敏讲 无所求 那你会说 哎呀这样听起来 佛教徒不是很呆吗 不 世间人只干这一事 我帮助你啊 你下次要帮我 都有利益 benefit 你不帮我 他就非常生气 他就对他对立 你的称心就很强 这就是世间的做义工 可是佛教做义工 是当我遇到不好的时候 哎呀抱歉 是因为我初心 师兄 师姐 对不起原谅我 我下次细心点 你可以看到他身上 调柔的心 慈悲的心 忍辱心 柔柔的心 这样做义工 才能够降服你的烦恼习气啊 这样你才有功德嘛 对不对 所以动机不同 果报不同 所以慈悲 之前要有智慧 第二个 怨恨 And list the practices and the vows 每一个佛菩萨 都有广大的怨恨 应当常常发大怨 发了怨以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叫禅观 Meditation and insight Continuously meditation and insight 这几年我除了到处讲经弘法 朝圣之外 这几年我对禅观也非常用功 为什么禅观是正如念佛三昧的 很重要的关键 你要正法华的大乘三昧 禅观也很重要 很多的联友都是不失词戒 忍入精进 不失词戒 忍入精进 不失词戒 忍入 就退到心 从来没有在禅观上很精进过 所以在家出家都应该学禅观 新加坡也有很多禅修道场 也有南传北禅上的不同的教法 都值得去学习 你不学禅观 你没办法调伏你的心的 接下来禅观 止跟观 止是英文叫meditation insight是止观 止观犹如鸟之双翼 你才会生起 清净的般若波罗蜜 所以这很重要 接下来任何一个团体 任何一个护法会 任何佛教道场 我应该供养你 和合第一 interaction is a cooperation 人与人意见一定都不一样 但是要常常沟通 沟通完以后 要相互配合 中国人常常喜欢这样 在开会的时候 你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 做了手 这个好烂啊 那个人真是没意见 然后就开始 就跑出来了 你要学西方人 西方人有个优点 有什么话 好话坏话说真话 真的 你在会议桌上 一定人与人与人与想法不同 你就是要沟通嘛 你要合格 你把你意见表达 透过民主的方式 把它裁决 而这个表决 表决通过以后 你心就要心服口服 不要呢 边做边骂 听好 一工作的时候 要有两个烦恼 特别注意 一 做的时候不可以炫耀 有人做一桩事情 炫耀的人七八分 炫耀会增长你的我慢心 第二个 做的时候也不可以抱怨 抱怨会像一杯水 一个玻璃杯 你上面拼命修福修会 下面的水也通通漏 都漏光光了 所以要注意口德 不要炫耀 才能降服你的焦慢心 不要抱怨 才能够降服你的称心 这个才叫佛教的义工 和和为贵 最后最后 听好 从般若 慈悲怨恨 禅观解脱 这前面五个条件 很多宗教都有 但是唯有佛教是透过般若 而到解脱 Ultimate liberation 这是佛法殊胜的地方 尤其大乘妙法莲华经 华言经 法华经 中国大乘的经论 可以让你一生而成佛的 好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在最后看一个东西 请看第五页 第二十二行 希望我这次很真诚的用心 也能够感动您学习 说我们对于佛弟子 不论在家出家 每一天都要常常想 我们对于佛教 有什么贡献 生命很短暂 但是我们能努力 所以第九个 此次演讲的奉献 英文叫做 Slight Contribution 一点点的 但是希望做抛砖紧欲 of the this lecture for the propaganda of the present Buddhism 全世界的佛法都很兴盛 都要在家出家来护持 你知道吗 大乘佛法在台湾 在东南亚 对不对 为什么很殊胜 金刚城也很殊胜 可是大乘佛法有一个是 在家出家一起合力量 在西藏里 其实上师的力量很加持 可是西藏人的物质是很苦的 西藏人没有办法 像在座各位 也可以来做义工的 他最多就是供养三宝 最多就拿转金 这已经很不错 但是西藏佛教的社会跟文化 没有办法像新加坡跟东南亚 很多的国家 集合起来 在家出家 护法会 以及佛教的组织 所以作为大乘佛法的弟子 要谦卑 但是也不要骄傲 也要有自信 希望这一次 我这么用心求佛力加持 做法华经的安乐行品 有科判总表 有中英对照本 我也希望用佛教的教义 跟朝圣跟建筑的结合 跟其他微小的奉献 希望能够做抛砖引役的工作 其实大乘的教法是很殊胜的 但是它要很多人 努力地奉献 学习而修持 这样子我们才做一个 对得起释迦摩尼佛的圣弟子 好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讲经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在结束之前 我要带大家念八愿文 对不起 太发起充满了 我刚才看到的是 印度尼西亚的时间 现在已经快要十点 不好意思 第一天耽误大家一下 好 请各位翻开 讲义第二页 我每一次来 我都很欢喜地 为愿意为大家介绍不同的发愿文 所有的发愿文都很好 都不离开四鸿寺院 所以这一次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第一个伟大的宗科巴大师 是文殊菩萨亲自写的 菩提道次第七愿文 我相信在新加坡的 给鲁派的弟子也常常念 并不陌生 第二个 我虽然南传北传藏传都学习 跟我有缘的联友 我觉得求生敬佛国土 是很殊胜的 在十方佛国土中当中 对我而言 还是极乐世界好 所以希望我们将来 莲池海慧院相逢 现在请合掌 我念一遍 你跟我念 念的时候心静下来 不要急 我念完我们大会就会结束 不要心里想 赶快赶快回家 发愿跟回向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修持 何况我们有这么多的联友 五百位将近快要 一千位的联友 一起来发愿 那功德力是很大的 所以我念一句 你跟我念一句 因为你没有念过 所以慢慢念 两句两句念一次 请合掌 我会同时也放 发愿的回向文的幻灯片 你可以观想 佛菩萨就在你头顶 然后放光加持你 当你口里念住这个经文的时候 你的嘴巴也吐金色的光 照片无量的众生 请合掌 跟我念 我先念一遍你再念 以我九情所积极 量等虚空二资粮 以我九情所积极 量等虚空二资粮 为度无名有情众 愿成导师佛世尊 为度无名有情众 愿成导师佛世尊 未成佛前一切身 文书慈敏垂涉词 为神佛前一切身 文书慈敏 聚主教以罪圣道 得以行令诸佛喜 以我解物道法要 大悲为道善方便 大悲为道善方便 以我解物道法要 大悲为道善方便 敬除众生义名于 持佛教法于九远 教法圣宝未遍阳 或以遍阳而衰朵 教法圣宝未遍阳 愿于彼处心大悲 显红利乐之宝藏 愿佛菩萨库祢 愿佛菩萨妙世夜 成就修行善道圆,尽除人非人为圆。 佛所赞叹尽行道,深深世事永不离。 佛所赞叹尽行道,深深世事永不离。 以实法行于圣城,如礼精勤修行祭。 以实法行于圣城,如礼精勤修行祭。 护法慎重常护持,如海吉祥普时方。 这一段简单的意思是说,愿佛跟文书加持。 一切教法没有遍阳的时候,我发愿要弘扬。 然后愿一切世尊的教法不流传。 下一段是出自于普贤行愿品的祭送,我想大家并不陌生。 是极乐世界精简发愿文。 我念一遍,你念一遍。 愿我灵欲命中时,净除一切诸障碍。 愿我灵欲命中时,净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既得往生安乐差。 面见彼佛阿弥陀,既得往生安乐差。 我既往生彼国以,现全成就此大愿。 我既往生彼国以,现全成就此大愿。 一切圆满静无余,利乐一切众生戒。 一切圆满静无余,利乐一切众生戒。 彼佛众贵贤清净,我时余胜莲花生。 彼佛众贵贤清净,我时余胜莲花生。 清净如来无量光,现全受我菩提祭。 清净如来无量光,现全受我菩提祭。 蒙笔如来寿祭,以化身无数百巨之。 蒙笔如来寿祭,化身无数百巨之。 智力广大片十方,普利一切众生戒。 智力广大片十方,普利一切众生戒。 乃至虚空世界境,众生极业烦恼境。 乃至虚空世界境,众生极业烦恼境。 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恒无尽。 我此普贤书胜行,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树网无量光佛差。 愿经理佛发愿,修持功德,回师有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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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恩总报,三有其资。 四恩总报,三有其资。 法界众生同源总治。 法界众生同源总治。 阿弥陀佛。 好,耽误各位一点点时间,不好意思。 今天是第一天,今天奖金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好,各位法师,各位邻友,大家晚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开讲义第一页。 我们准备一起共修。 跟昨天一样,念古贤行愿笔的祭奏。 。 进阁掌。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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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摸花燕,回上佛呼善。 摸花燕,回上佛呼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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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速度开吭的是吴叮。 阿弥陀佛呼善. 在我是想 магазinui, 佛呼善。 到今天年轻站下佛呼善的祭奏。 一片理察臣佛 与一尘重臣殊佛 各处菩萨终会终 无尽法皆臣义人 神请诸佛 皆充满各一切一生 还不出几秒言 此境与未来一切 借残佛 深深共得爱 以主 最深妙华满 几月 图相 几山甘 如是 最深妆眼睛 我已供养主如来 最深衣服 最深香 莫香烧香与等主 以你一切如妙高级 我喜供养主如来 我已广大身解心 神行一切善事佛 我喜供养恒远离 不遍供养主如来 我喜所遭主而言 皆有无事贪嗔痴 从神与一致所生 一切我今皆惨慰 释放一切诸众生 何臣有血及无血 一切如来 一切如来 与菩萨所有功德 功德皆随随喜 十方所有世间等 最初成就菩提子 我今已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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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于无上妙法路 主佛若已四年盼 我喜自尘何前情 请为眼球主擦尊解 离了一切主众生 所有礼战供养父 请佛祖师转法轮 随喜参会主三更 回向众生祭佛道 严强以此生功德 回向伍众生化解 心向佛伐寂生却 耳体隆同三眉 如是无量功德 我尽且悉尽回向 所有众生生后一 见破坦光我发灯 如是一切主业障 喜皆消灭尽无意 年年之走一发皆 光度众生皆不随 乃至续空是皆尽 众生几夜烦恼 如是是花光无边 眼眼睛回向一路之 南无大行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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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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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耶 多大切多德 耶 阿彌陀佛佛佛 阿彌陀西淡佛 阿彌陀佛福佛老耶 多大切共多地 阿彌陀佛佛的 阿彌陀佛佛 借敏理解借 祝多加利沙婆 南無阿彌陀佛 耶特大傑德 耶特地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西丹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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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敏理解借 祝多加利沙婆 阿彌陀佛 请和长跟我一起念 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济 一起念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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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大家晚安 请翻开讲义第六页 昨天把前言介绍完毕 今天从第二参考资料 中文版本跟英文主要译本开始 请翻开第六页 中文版本 《庙法莲华经》 以《大藏经》的记录里面 是有很多的翻译 但是中国的历代主师 翻到中国以后 现在保存的只有三个版本 请看讲义第六页 第六行 《大藏帐》 T9 第九册编号263号 西径主法户翻译的 叫正法华经 一共有十卷二十七品 在公元286年一初 注意 主法户翻译的只有二十七品 第二个是编号262号 二号 邀请纠摩罗舌大师 翻译的妙法莲华经 全名叫大乘妙法莲华经 一共有七卷二十八品 可见它多一品 待会会解释原因为什么 在公元406年一初 第三编号264号 随朝奇纳绝多共极多亿 叫天品妙法莲华经 二十七品 在公元601年一初 也就是说 法华经不管是放文本 虎本或是什么版本 现在呢 在中文大乡经里面 保存的只有这三本 基本证三本上 文字的出入不是很多 不像无量寿经 有五种翻译版本 你要骗读五种版本 你才知道 阿弥陀佛完整的四十八院 那现在呢 我们今天这次讲座 所介绍的是以 纠摩罗舌大师 所翻译的为主 那纠摩罗舌大师 号称为 七佛的易经师 所谓的七 并不是指数字 而是指 过去 现在 未来 他其实指 东 西 南 北 上 下 中 七个方位的世界里 他都当易经师 因此 他 立很多无量的众生 他过去 佛是易经师 现在佛也是易经师 未来佛还是易经师 所以不是刚好七个数字的七尊佛 在这个版本里面 请大家看幻灯片 这是补充的 纠摩罗舌大师 当然是称为 有时候叫做姚秦 有时候呢 称为 后秦 因为我们采用的讲本是 后秦纠摩罗舌大师翻译的 在中国 福王秦间 是请纠摩罗舌大师到中国 所以 后秦是姚 姓所建的 所以叫后秦 他在西元 406年 一初的时候 当时中国有很了不起的弟子 叫 森造大师 对不起 森瑞大师 是帮他做序的 也就是说 纠摩罗舌大师 懂得 很多多国语言 梵文 胡本 当时他有一群中国优秀的青年 森造 森瑞等等 是一个易经团 所以他从梵文本 送出 然后呢 纠摩罗舌大师也懂中文 所以他直接译中文 然后再来记录 再来有一个 听work 把它润色 最后定稿 最后经过多种教队 才定案的 所以古大德 这个易经是非常慎重的 可是在他之前 有主法互翻译 主法互翻译 就是公元2286年 已经翻译了 叫做正法华 那事实上 纠摩罗舌大师 是看过正法华这一本 但是第一本 跟第二本相距有120年 古人易经是非常谨慎的 他对前面的易经师 所译的东西 都相当的清楚 所以在中国佛教史上 翻译的第一个 伟大易经师是 纠摩罗舌大师 同时他是传入 龙树菩萨的中观学 大制度论 中论 百论 十二门论 都是纠摩罗舌大师翻译的 第二个伟大的易经师是 玄庄大师 玄庄大师他是 专宏 唯士忠 但是他也印了 大般若经 很多大称的经典 所以他翻译的呢 这经典呢 都会看过 纠摩罗舌大师翻译的 罗舌大师所翻译的东西 基本上非常好的 他就不用翻 圣人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那他看完以后 若有要重翻的 他会再翻一遍 比方说大家最知道的 佛说阿弥陀经 纠摩罗舌大师翻译的 金刚经也是 纠摩罗舌大师翻译的 妙法莲华经也是 所以中国人跟纠摩罗舌大师 翻译的经典是非常有缘 但是阿弥陀经 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称赞佛净土赦寿经 就完全跟纠摩罗舌大师 所看的版本 可能有点不同 所以玄庄大师就重新翻译了 所以第一次在 普贤行愿品讲座的时候呢 我就有讲到 阿弥陀经里面有空的话 你也应该读读 玄庄大师的译本 因为他在一心不乱的 关键词的时候 以梵文本有重新翻译 所以玄庄大师的贡献是很大的 中国也有历代的高僧 从魏晋南北朝 一直译经 译经到当境南宋才停止 所以我们有大阵障 有击沙障 有龙障 等等的不同障经 第三个伟大的译经诗叫 《译经三藏》 南海记归内宝传的作者 他也译了很多 玄庄大师曾经译过 但是有不同版本价值的 所以希望佛弟子发愿深入经藏 才能智慧如海 咱们看下一张 但是旧莫罗舌大师翻译这部《妙法莲华经》的时候 事实上原来只有27品 是没有提婆达多品的 那这个问题要说明一下 为什么 因为它翻的时候是只有27品 后来《上定灵寺》是法宪法师 在于田国就是现在克什米尔的地方 重新得到完整的梵文本 梵文本里面有提婆达多这一品 当时经过法义法师就重新翻出来 但是并没有把它放在经本里 因为他们不能确定 到底是中国人多呢 还是我们漏调多 接下来到了梁末 西天的沙门叫做居罗纳陀 翻成中国话叫真帝三藏 真帝三藏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易经师 我在讲《金刚经破空论》以后 当时非常赞叹真帝三藏 因为它的易笔文笔修齿都很高 当时它翻重翻《妙法联华经》的时候 发现在建宝塔品之后 就有多一品提婆达多品 所以可见一个是得到梵文本 一个真帝三藏所翻译的 所以他们就确定 的的确确是应该把提婆达多品补上 因为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佛 多生多结专门障碍它 逆真上缘而成就的 所以《主法户》翻译的正法华 就也看到了建宝塔品后 有个提婆达多品 因此据当时记载 高森传的记载 在冲林 冲林就是在丝绸之路上的冲林 以西多有此品 冲林以东的不知道为什么 就缺这一品 所以旧摩洛舌大师 刚开始翻译是27品 后来经过法宪法师 找到梵文本 法译法师翻译补入 最后交对各种版本 因此它就可以定案的 讲这一段也可以让你知道说 可见古来呢 大德是为了求法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好 接下来请看英文译本 在所有的英文译本里面 事实上不止只有这四本 英文译本里面有非常的多 看讲义 第六页第十三行 在早期 有一位 W.E.Sothiers 他重翻译的 这本书是英国人翻译的 Oxford的出版社 翻译 最早是在1930年 后来1993年 在台北新闻风出版社 重新翻译过 第二本是日本人翻译 编号第五 是日本人翻译的 Buno Koto 还有很多很多的日本学者翻译的 这是法华三经的翻译本 The Three-Ford Lotus Sutra 它连《无量译经》 以及这个《观普贤刑法经》 也翻译 这个是从梵文本翻成为英文 日本学者对于学术界的贡献也很大 现在全世界每一年 一百本的佛教出版物里面 将近有百分之六十到六十五是日文 所以日本对于佛学的贡献也非常的大 可以值得参考 这个是从梵文本翻成为英文 所以在很多关键词的时候 是可以值得参考 接下来再看编号第六本 Leo's Harvard 这个翻译的 那我有做了一个代号叫 LBFD 那它是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在1976年 注意这本经就是从佛经里面编号262号 揪摩罗舌大师翻译的中文翻成英文的 所以对于年轻的朋友 假如你想知道《妙法莲华经》 你可以送中文本 也可以念英文本 这本是strongly recommended的 因为它跟中文的版本呢 是非常的近 因为它本身就是从中文翻译过去的 动员了很多人 最后一本 在中文里面大家知道有古汉语 classical Chinese 也有modern Chinese 同样的英文翻译里面 也有比较古老的英文 也有现代的英文 所以现在全世界里面呢 最好的翻译版本是编号第七 叫做Burton Watson's 它是翻成The Lotus Sutra 也是1993年才翻译的 所以假如各位联友你要问我 英文哪一本呢 建议你编号第七本 那这个是有版权的 你可以上Amazon 或是上网书店 这个绝对可以定得到 然后你就可以读到 全部的妙法莲华经 接下来再看第七页 今天开始正式介绍 法华经的整部大经的简单概说 The Brief Introduction of Each Chapter of the Lotus Sutra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以下的表解是在自于 伟大的智者大师 法华经文句跟玄意 玄意是他的概论 法华经文句是一个字一个字 对法华经的注解 智者大师传说是 要王菩萨而来的 在法华会上 他在释迦摩尼佛在世的时候 就清闻妙法莲华经 而且他也证得法华三昧 一切种持玄陀罗尼 也得到文书跟普贤的加持 他看到中国唐朝的时候 大乘佛法很有气象 所以视线到中国来 所以智者大师 创立中国天台中 又被称为东土小世家 你说中国相当于 释迦摩尼佛一样 有智慧的就是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 他的原名叫做智仪 或是叫智凯也都可以 那现在请看 下面就是讲义 第七页的第五行 那玄意跟法华经文句 法华经文句 则编号大阵仗的1716 在第33册 接下来文句 在大阵仗第34册1718 这几天你看我念了很多经 你们都从来可能没听过的 所以中国大乘佛法 是有历代高僧 用生命而得到很多高度的智慧 中国人是有很多宝藏的 应该值得我们后代的佛弟子 精进地文思修在学习 以下的科判来自于智者大师 请看科判第七页第八行 这个科判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简单的说 科判英文叫subtitle 那你要透过科判 你才知道这部经的架构 就好像你买一本书 你第一个一定打开来看 它的序言跟它的章节 contact 你不见得每一个字都看 你会知道说 这一章里面哪一个我需要的 请看幻灯片 也看你的讲义 它分甲一基门 甲二本门 基是指化现的意思 显现的意思 化现是什么 佛化现三成法广度众生 有身文 圆觉 菩萨 最后倒归一佛成 所以基像什么 下雨天的时候呢 动物啊 动物呢踩在 像大象踩在地上 它有它的脚印 循着足迹而走 这个叫基门 本门就是原来佛本来 本地风光 它要说的 这叫本门 可见这部经有什么 两次流通 注意 一般都是呢 一部经如是我闻 意思佛在什么地方 续分 接下来它讲经 像阿弥陀经 续分 正中分 流通分 就没有了 就圆满 可是这部经啊 有两次正中分 两次续分 跟两次流通分 所以值得非常注意 那在基门里面是 第一章到第十四章 可见续分 正通分跟流通分 在化现里面呢 对了度三成众生的时候 佛特别强调在流通分里面 是从第十品到第十四品 而我们选的法华经 安乐行品 是基门里面的流通分 这是非常重要的 请你注意一下 第二个本门 本门就是从佛经 从第十五章开始 对不起 第十五品 从地涌出品 一直到二十八品 普贤菩萨劝发品 这个是佛本地功光 大乘菩萨一切的境界 而我们念的普门品 是在第二十五品 所以本门是佛正入以后 千百亿化身 而广度众生的 所以普门品是属于 广度众生的化他流通 这个先知道 这样简单的架构 所以这部经 有基门 有本门 有化现 有本来的本地风光 有两次流通 所以在这部经里面 也要说明一下 这个也有两个流通 在药王菩萨本事品里面呢 就是说若有人送妙法莲华经 就可以往生这个极乐世界 好 在药王菩萨本事品 第二十三品里面就有说 各位请翻开第九页 看到化他流通 看到化他流通 第九页第十八行 有没有看到 化他流通分四种 一个苦行 一个是讲三昧 一个是种词 一个誓愿 在苦行的这个分类里面是 药王菩萨本事品说 若有女人 闻到药王菩萨本事品 能够受食 是女人将来不愿意再做女生 如来灭后 若有五百岁 有女人闻到 妙法莲华经 如说修行 临命中时的时候 就可以往生 安乐世界 阿弥陀佛 所以一刹那之间 就可以往生结乐世界 这个是第一次 特别的流通 另外一品是在 第二十八品 普贤菩萨劝发品里说 若有众生 念妙法莲华经 临命中的时候 会到遇到弥勒菩萨 跟天上所有的大菩萨 千佛授手来 射授你 所以 法华经可以往生 西方净土 法华经也可以往生 兜率内院 法华经事实上 也可以往生 无量佛国土 所以希望大家 读经文要仔细 接下来再翻回来 第七页 请看第十八行 我们正式开始介绍 每一部经 对不起 每一个品 简单的重点 它在说什么 请看科判 甲一 鸡门 分三 以一 续分 是续品 以二 是正中分 正中分 是从第二章 到 一直到 第九章 既然 称为 简单介绍 所以 那我就当然就能 非常非常的 简单介绍 所以各位详细要读的话 有很多书 可以去读 也可以读 法华经的原文 那你的收获会更多 正中分 在续分里面 是续品第一 所谓续品 顾名思义 就是佛开始讲这部经 一部经刚开始的开端 佛这个 犹如 点灯一样 点燃众生的智慧 所以他讲 开示误入 佛之佛见 所有的众生呢 都有成佛的可能性 在续品里面 有说 接下来 再看 正中分 又分为二 秉一 略开 三显一 秉二 广开 三显一 三是指 三成佛法 身文成 圆绝成 跟菩萨成 然后呢 显一 一是指 唯有一佛成 略开 就是简单说 briefly 简单的说 广开的话 是指 detail explanation 详细的说 所以在简单的 叙说当中 他先讲 方便品 表示说 佛讲 身文跟 圆绝跟菩萨 其实是属于 善巧方便之说 接下来 方便品里面呢 善巧方便 所谓三显法 都是佛的 方便说 所以在 法华经里面 也有分为 方便说 跟 也叫做 全巧说 也叫做 另外相对的 叫实说 就是究竟真实 究竟真实的话呢 那个佛啊 讲法华经 是一生的弟子 跟他四十九年 到他 临命中的时候 才讲 要入涅槃神 讲妙法莲华经 再来讲 这个大念盘经 可是佛在 讲经的时候 很特别的是什么呢 在方便品的时候啊 却有五千位 比丘 比丘尼 幽婆色 幽婆仪 却不想听经 站起来 就走了 这时候啊 社利佛尊者 齐请 释迦牟尼佛讲经 佛说 我不说 对 那社利佛再齐请 他说 佛我已经跟你这么久了 我们这些大弟子 都是非常有善根的 你怎么讲 我们都应该相信 佛笑一笑 又不说 最后第三次 社利佛跟与会大众 又继续的齐请 佛啊 世尊 对不对 伟大的世尊 你一生弘扬 无量的教法 你今天放光 一定有殊胜的姻缘 连弥勒菩萨都站起来 请问了 文殊世利菩萨 希望你大慈大悲 老人家会说 最后佛说 哎呀 你已经请了三次 那我就应该说吧 当时佛要说的时候 突然有五千个 比丘 比丘尼 优婆色 优婆仪 站起来 轰隆轰隆 全部都退场了 五千人 那比我们的 现在讲习还多人 对不对 为什么 佛说了一句话 退一加一 退了也很好 这些人呢 不是听 妙法莲华经的 根系 假如他听了的话 而要毁谤的话 将来他会 堕地狱的 所以呢 佛就等五千人 离席的时候 才开始讲 大乘妙法莲华经 可见你不要认为 听到妙法莲华经 是很容易的 有些人听了 当然绝对有缘 第二个 有些人根本不想听 把耳朵堵起来 眼睛堵起来 他就走了 第三个 有些人听了呢 还会毁谤 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来再看下面 请看第八页 丙二 广开 三显一 分三 丁一 法说周 丁二 辟说周 丁三 因缘周 对不起 这都是古汉文 周是指 周片圆满的意思 透过几个方式说 第一个 直接讲 法说的内涵 这有 是辟育品 第三章 Chapter 3 辟育说 佛常常讲 深奥的佛法 他要用辟育 智者因为辟育 而能够得到解脱 所以是第四章到第六章 因缘说 就用各种过去的因缘 化成辟育品 用大通至圣如来 过去式的因缘而说 也用五百咒弟子的 现在因缘说 一位受学跟无学 学是指一果 二果 三果的圣者 无学是指四果的阿罗汉 通通都能成佛 所以 这叫做因缘说 先请看一下 丁一 法说周 周就是周片圆满 用佛法 做种种的辟育而解说 在法说周里面分四 悟一正说 悟二灵解 悟三竖成 悟四受